欢迎大家来到旧诗新韵系列的节目 今天是说诗谈词 我们请来几位本地优秀的青年古典诗词作家 庄祖邦他是洛雅出院的老师 还有李信也是洛雅出院的老师 也就是张嘉玉他是莱佛寺书院的老师 他们之前都在不同的比赛场合里头得奖 就是通过这个写作读点诗词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他们来 那我们就接下来会让他们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作品 还有一些阅读跟写作的心得 那我们首先要不请庄祖邦帮我们讲一下他自己的作品 主办我知道你在我们在大专文学奖里头 我们过去几年就开始设立了一个汉诗组的比赛 那你在头两年都得奖了 是看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得奖的作品 还有你就学诗的历程 还有一些写作的心得好不好 谢谢林老师 所以大家好 我是庄主发 我其实是以前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的中文系的 然后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其实就是林老师 所以我接触古诗词 当然我小学中学也自己有读一些古诗词了 不过维数听不多 那主要谈到这个古诗词的创作的话 其实还是要到大学 所以我们国大中文系其实就是林毕老师 就是好几年前他就已经开始有教古诗的创作课 所以我那时候就套读了其中一门课程 然后就是在里面我们就会学习 怎么样去创作这个国体的绝据律师 所以那我之所以会参加那个比赛主要也是 就是那堂课过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写诗词还算是蛮有趣的一些东西 所以刚好这个大中文就讲他们有办这个 也开了这个汉诗组 那我就刚好就去参加 那我那时候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 其实我得奖的作品写的是这个余伟师 这个题目是余伟师了 就是新加坡的那个马拉雁 所以这个余伟师我就开一个这个PowerPoint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主要当时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这个林毕老师他就鼓励我们说 就是那个诗的内容可能就写一些 跟我们自己日常生活或者说跟本地新加坡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参赛的时候因为怎么讲呢 也就是这个比赛的需要 我就去想不想说这个 其实有没有哪一些题材 是适合哪来写的 那刚好最能带走的新加坡东西 可能余伟师算是其中一个 那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题目 然后写了这么一首诗 那我今天就可能就讲这么一首诗就好了 这首诗就是我当初也好几年前 好几年前参赛写的这个作品 所以主要主题当然是余伟师 就是余伟师那时候就是得奖过后 去年这个刚好林老师在办一个书法展 就是写一些跟新加坡有关的这个究体诗的时候 他就请了一位书法家 就帮我把这首诗给写了上去 那这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首诗呢 主要还是一种律师 所以是写律师 所以主要写的这个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就是有误师我觉得要写的好的话 就是你要能怎么样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怀抱在里面 所以那时候这首诗得奖过后 我一个朋友看的他就说 你这个是这个 这个你这个余伟师来比喻你自己是吗 那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 主要就是你把这个余伟师当成这个人来看的话 他当然可以是我自己的这个怀抱 那当然其实我更怎样写的 他就是拿来写这个新加坡 就新加坡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双语社会 那这个双语社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好还是不好 你可以在这个诗里面 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评断 所以这个余伟师 如果你把这个余伟师看成是首尾两端的话 他大概一半是比较东方的 一半是比较西方的 一半是刚一半是柔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就在这首诗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评价 那当然这首诗写了这么多年过后 回看的话还是会觉得说 就是自己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写出这样的诗了 因为就是毕业过后其实自己写诗的机会也不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去去年这个书法展过后呢 我就自己就回去就写了另一首诀句了 因为律师其实要写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 就是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经营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两年 所以诀句的话相对来讲就简单一些 所以我去年看完这个书法展一个感慨 就是说我已经有好几年都不写诗了 那写诗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说 那个诗不在远方 其实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远 尤其是这个古诗词它的这个入门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 就是对你的不只是说对你的这个语言有一定的要求 你要写的好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语言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那就是如果要我对我这个有兴趣写古诗的人讲这些话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多读以外可能就是你还需要去想一想做就是我们新人写的这个 古诗诗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就比起你来跟多古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超越它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 转变或者说推陈出新的那些东西 那我在诺亚我今年刚好就是我有一批学生其实就是能力也蛮好的 所以我就是尝试就是教他们几堂的课 那其实我会发现是教的过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门槛很高了 就是我的学生其实能力都算是不差 可是真的要写出来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度的 那其实这门课我觉得像我其实这堂课主要的内容也是就是学习林老师已经教我们的那些教法了 那就是我觉得说其实对大学生来讲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那语言的话我觉得是不妨做一个尝试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内容可能图示词方面还是碰得太少 那我觉得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学生多一点那个接触的机会还是好的 好好谢谢 分享一下 因为我看你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就是你是在写新加坡 那我跟同学在分享你的作品 就是我教课的时候还会用你的作品来做一个范例 就是说你看我们怎么写新加坡 然后我就把这首诗看作是 那其中的一些句子 我都觉得是跟新加坡很有关系的 比如说何必两端分首尾 因为我们总是说我们的社会里头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族裔 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分的这个界线分得这么清楚 还有自成一体即刚柔 我就说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整个新加坡这个社会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 那么既刚益柔就正如你说的是中西文化的交汇 我还看到前面第二句别有孤怀会万流 这个是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这里聚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不知道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梁月的鱼尾诗这首诗 是不是受到梁月鱼尾诗的一些启发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啊 我还是骨肉寡我还不知道谁是你 这首白话诗啊因为我在后来也在一个一个课程里头提到这首梁月的鱼尾诗 那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些句子好像有点相像 就是这个是巧合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刚刚在收下来的 他开头的时候梁月 这首诗大家很多读者都读过 他开头就说 我觉得这个很像你的这个非鱼非兽这个一个形容对于鱼尾诗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读者有没有一个同感 好那那我们现在谢谢祖方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请宜信跟我们分享一下他那个学习的过程 我知道他在中国的诗词大奖里头曾经获奖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请宜信 那我读过一下宜信的一些 他的成长经历了 他是在南洋旅中读书的我知道 那我就看过一些形容 就是说他在南洋旅中的时候 几乎是把南洋旅中里头图书馆 关于诗诗的书籍都读了读过了 平常都没有人碰的就是因为一心就把这些书都读了一遍 是这样的所以他是积累了很多然后才去参加这个比赛 当然就是就是有这样的背景 学习的背景才会有这样的成就 谢谢林丽老师 没有讲了 各位老师好 各位室友好 然后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宜信 今天其实来到这里 我觉得是我是有一点翻文动譜的嫌疑 因为首先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我不能够称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样的一种身份的标签 因为在创作者一个领域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浅薄的摸索的阶段 然后我不觉得我是那种真正天赋一笔的创作者 那相比起一个创作者来讲 我更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推广者或者传承者这样的一个身份 或者更简单来说 我是一个诗词的爱好者 那今天我是想像的一种身份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分享 那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大专阅读学的主题叫诗与词不在远方 我想取这个题目也是为了想要唤起更多人对诗词的一种兴趣 那我想我今天可以做出的贡献就是以我这样一个 好像是诗词爱好者的这样的平凡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体会 其实我开始接触诗词 甚至是诗词创作这一块是从读《红楼梦》开始的 我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读《红楼梦》 然后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就是诗在《红楼梦》这部小说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在情节中呢就有大光年里的这些学妹 他们也T-show 他在海湯T-show 然后把这个诗词创作作为一种社交活动的一种游戏 那非常的有趣 然后说他们说今天这个谁送来了几盆白海棠花 我们就以这个白海棠花为主题 每个人都要写一首诗 然后还要限定这个一炷香的工夫就要写出来 然后还有限运说是从那个盒子里面抽出来五个字的门 横昏 横昏 然后每个人的诗都用这五个字去押韵 那就写出不同的诗 读得让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很风雅 对吧 还有像后面一个有香菱学士 香菱找黛玉向他讨教说这个诗怎么写 然后黛玉就跟他说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起承转合嘛 中间承转是两个对子 然后看什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什么不以词害义啊 那我希望那些去写 那我当时年级嘛 那个时候正是属于那种读书非常有沉浸感 然后很会去模仿的那个年龄 所以我就去这种邯郸学故事的去学他们写一些事 但是实际上当时完全是基本上是一个一窍不通的 就是真的处于这种粗浅的模仿的阶段 也没有读过很多的前人的作品 然后至于像什么格律啊 这些都是不太了解 就纯粹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那是小学阶段 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 刚才艾丽老师提到的有点发张了 但是的确我是 就是我是自己会有些自学嘛 就是去图书馆看一些相关的书 但是当时诗词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爱好 就有一点自娱自乐的这种性质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里面 可能你是比较难找到 在身边找到人去跟你交流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些指点 所以包括自己去看一些书 自己去随便的去涂鸦一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完全停留在一个 自娱自乐的阶段 然后其实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一个蛮有趣的缘分吧 就是我跟林立老师认识 其实是近几年的事情 但是在多年前我们就有过一面之缘 然后他可能不太记得这件事情 但对我来说 确实起到了一个 有一点指点离经的那个效果吧 因为当时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是那个语文特选课程的学生 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 就是有请林立老师 给这些语特的学生办了一个讲座 讲的就是诗词的内容 然后我当时听了也是很有兴趣 因为本来我就比较喜欢这一方面 后来在林老师讲完之后 在那个提问的环节 我就提了一个问题 我就问林老师说 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如果我们对诗词感兴趣 我们想去创作的话 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 一定要遵照那个格律来写呢 还是说我们可以跳出这个框架之外呢 然后林立老师就跟我说 其实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去创作这种 以这种题材为你的创作形式的话 你还是应该尊重 就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一些这种基本的规则 不然的话 你的创作可能就 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词 因为你已经 就是你没有去尊重 它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 一些基本的规则 它的这些基本框架的这个约束 然后我听了以后 我才有点 就是提湖灌顶的感觉 就是说原来就是 之前那种随便乱写的那种东西 其实可以说是难跟大雅之堂吧 那如果真的想要在这个创作方面 去真正的入门的话 还是要去把一些这种基本的规则吃透 所以这个是我和林老师 最早的一次见见 是蛮有趣的一个交集 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对 那后来因为我在高中阶段 就更加肯定说我对语文 还有文学都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去了北京大学读中文系 然后我和家喻是同学 我们是同届的 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对这里我刚好也就是 我可以是SG吗 分享一下就是一些简单的照片 所以是没有特意准备之前的一些照片 我在北大其实是待了六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在卫明湖那边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 其实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四季真的是那种变化的感觉很好 比起在新加坡就是四季如夏 那在那里可以看到的节奏的变化 那个花开花落 真的非常的 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 随着每一个季节 那种所谓的伤出非丘的情绪 都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这个是我 其实是那个2018年 在也是北大的一个十四川楼班上写的 也不是很好 就是一首七旅 春日过卫明湖 好是燕园二月初 和风不润剪冰谷 残枝两岸疏仙流 寒水一弯戏制服 听阙周秋咸杏腹 群花吃处枯迷途 一朝归去加千里 四次春心上游 这个事情 我当时就是在看到卫明湖的春景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等我毕业以后 回到新加坡 那又看不到这种春天的景色了 那到时候四次春心上游 然后现在呢 果然就是回到了诗里面 所想象的那个情境 所以我觉得诗歌 它有时候有一种 真的是穿越时空的效果 帮你去前瞻一些东西 然后你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些穿越时空的联系 非常有趣 这个是秋天的回答 是我拍的一些照片 然后这是我的这个本科毕业 这张图片的有家喻 中间那个是家喻 然后2018年 也是在诗里面毕业 但是到2020年 术师毕业的时候 其实是在线上进行的 就是因为一场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毕业照 也没有办法回校园 就只好跑到南大去 拍了一个假毕业照 那还有就是在北大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说像在中学阶段 可能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去交流 这个喜欢诗词这件事情 那到了北大呢 也会有一些社传 比方说有专注于诗词创作的 一个叫北社 然后还有我自己呢 参聚的比较多的是叫 未明红学社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黄罗梦 那这个红学社里面 我们会去 有些春游秋游 然后平时也会进行一些那种 像黄罗梦里写的一些 行酒令的活动啊 比方说飞花令啊 还有社妇啊 等等这些 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 会玩的一些游戏 所以找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真的非常有趣 再有就是这个 可能是有一些人会 会知道我的 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惭愧 因为这个比赛 就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我就感觉 也没有太多长进到现在 然后他一直拿这件事情来说 有点不好意思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索 我在这里就放给大家看了 但是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中国誓死大会是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办的一档电视节目 然后到现在已经办很多季了 我那个时候是第二季 然后是在2017年的 新年期间播出的 我在里面是得到 那个位主的称号 当然我现在回头看去呢 首先这个比赛 我觉得它有含金量 但是又没有含金量 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创作的比赛 它是考验的就是你对 诗词的一些常识和把握 还有你在临场的应变 那个记忆的那些能力 所以和在场的其他一些朋友 相比我觉得 这个他考验的能力 其实还不是说那么的 可能所谓的那么深入的能力 只是说你的一个 你基本功的能力 而且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去 参加那个比赛 对我来说最有收获的 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那我不是在于说 我自己参赛答题的那个过程 而是当时认识了很多 其他的参赛者 他们是来自全球各地 然后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层 但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都非常热爱诗词 对这些诗词倒背如流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一些经历 我真的是会受震撼 因为我会想到说 我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 那么熟悉这些诗词 其实可以说是我的本行 那并没有什么 值得跨头的地方 可是看到他们一些人 就是比方说是工程师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职业 他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工作 但是他们同样也对诗词 非常的熟悉 甚至有那种在工地干活的人 他也每天背诗词 然后在农田里面做农活的人 他说他每天一边干农活 一边背诗词 就让他感到非常的愉快 然后给他的心灵带来很多的资料 就听了他们的这些经历 我觉得是就是非常 非常真切的感受到说 这个诗词还有文学的力量 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他都可以有一种感化人心的 一种力量所在的 所以这是我会看那个比赛的经历的时候 会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点 那在北京期间呢 其实我也借那个机会 就是有机会去全国各地 寻访了很多那些名声武器啊 有时候看到那些以前在诗文里面读到的地方 真的在你的眼前 那个经历也是非常有趣的 这里就贴了一些简单的那些照片 这个比方说是那个 在北京植物园香山黄叶村 就是传说是桃选琴晚年写《红楼梦》的地方 他的桃选琴的朋友就是说 谭北冷治有得色 不如入书黄叶村 然后去到湖南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高中被读文的那个月牙楼 还有武汉的黄鹤楼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多说 然后松山的少林寺 南昌的鹏王阁 当然很多建筑可能是后来重建的 可是你去到那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还有因为我很喜欢诸葛亮 然后后来我也是偶然才知道 原来其实有两个武侯祠 一个在四川 一个在诸葛亮的故乡 就是河南的南阳 就是成本故义公耕与南阳的那个 两个我都刚好就去了 然后四川三粗祠 就是苏式的那个户居 还真的有保留下来 然后去南京的时候 当然要去看秦淮河啊 还有古一巷啊 这些地方 然后像浙江 郡镇 还有很多其他的水乡 都是真的看到那种 古诗词里面写的 所谓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那些地方 这个是 绍兴的鲜布区 还有绍兴的沈元 就是 那个路由写下 拆头缝的那个 还有扬州 那个收西湖 去到那里我才知道 我以前一直以为 二十四桥明月夜 是二十四座桥 然后去到扬州呢 我才知道 二十四桥 是一座桥上面有二十四根柱子 我觉得非常受到欺骗 而且从照片里也能看到 说那个 这是二十四桥啊 上面人非常的多 全都是游客 跟你们想象中的那个二十四桥 这种感觉 这个是云南 然后这个是我写的 当时去云南的时候 丽江古城 很有趣 就是它的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 而且我们在那里一住 就住了可能一个星期吧 慢慢地去感受那边那种生活节奏 包括说去晚上去酒吧 喝一点酒 听那边的主唱歌手弹唱啊 我觉得那个生活节奏很舒服 所以后来就离开以后就写了 这部天一里讲 一入幽城四画间 参丝带瓦 尽清烟 寂寥雨向人归后 隐约寒山日落前 因为从那个丽江古城 其实远远的可以看到那个玉龙雪山 那这是隐隐约约的 从心美酒旧情前 悲中歌里 味悲欢 喝当酒去 反尘水 挥沃原边 饭飞 就想到说以后有机会了 真的有时间 有钱有钱的话 还想再回去那边看一看 OK 其实这里 我好像在分享自己的游记这样 那 OK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经历 因为你可以说 我们说百文不如一见 就是你就带着我们走过的一些诗词 所创作的地方 也更加能够感受一些诗词的特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也是读诗词 或是写诗词的人都需要有这样游历的经验 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空 只是读的话 就没办法感受那个在此情此景 那个时候他们诗人感受写下来的东西是到底怎么样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的印象有所出入 比如说我记得去讲杭州 我也有一些同感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跟我 但是我理想中的西湖好像有点差距 我就想起了玉达夫的一句诗 他就说江山也要文人捧 低柳如今也姓苏 他也是说我觉得西湖就是小家闺女这样子没有什么大气象 所以他就说都是文人捧出来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后来第二次再去西湖的时候 我就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心境底下去再感受 我又觉得西湖的确是有它的特点 它的魅力所在 好 我非常赞同那个宜信所说的 其实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诗人 但是我们都好像就是都对诗词有爱好 而且我也觉得古典诗词并不是中文系的专利 就是正如宜信所讲 不同阶层的人 不同职业的人 他们都会可以对诗词有很深厚的感情 这个是没有疆界的一个爱好 我觉得非常的赞同 那么另外一个是 我也觉得是在新加坡我们需要更多的推广 作为一个推广者的身份来引起大家大众 对于古典诗词的兴趣 所以我很希望几位老师在中学里头 可以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已经看到就是说主邦 宜信等等 他们在学校里头 教授这些学生他们有一些基本的诗词的知识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从本来我们是自己的教育体系里头 对于古典诗词 甚至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学 都没有怎么样的一些灌输 所以我希望是有多一点的机会 在老师等等的一个协助下 可以一起向我们的年轻学者 学子们推广一下我们的传统诗词 这个是任重道远 可以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里头 好像是 好 谢谢宜信的这个很好的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请佳玉 佳玉也是我们这个汉诗主 就是大专文学讲汉诗主的得奖者 而且我知道他的功底非常深厚 其实我看他的诗时候 我基本上就觉得 这个好像一个老手 就是很老练的诗人 这样子已经是好 那我们请佳玉帮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这个林老师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是林老师 这个真的是没有赞了 因为我其实也同样很同意一信所说的 就是我们其实也都是狮子爱好者 而且更惭愧的来说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诗的接触 对诗词的接触 可能就真的更浅薄一些 怎么说呢 我个人对诗词的接触 其实就跟 我觉得跟现在的 就跟现在我们在做的一种 一些幼儿教育之类的这种情形很像 小时候就看着一些 这些父母买的唐诗的书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这样接触的一个经历 所以怎么说我小时候背的诗 看的诗其实也很少 就是这些寥寥几首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诗 所以真的在功底啊 你并不觉得这种五七言的句子 是一种你完全不理解 完全没有办法去接触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碰到很多一些 谈起所谓诗词的人 我觉得 他们在接触诗词的时候 可能就有这个障碍在里面 就是完全就是对诗这个东西 是没有感觉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诗 也不知道五言七言这种句式 它的美感在哪里 所以我首先觉得小时候 不求圣解的 反正当时候完全不知道 这些诗词是什么意思 不求圣解的乱背了一些之后 反正是认识了 然后之后你可能跟诗就有 更多的缘分 更多的机会 那个就看缘分 我觉得我小时候读诗的 这个意义在这里 然后可能真正比较多的接触诗词 当然是在高中的时候 在学校选修H2的华文与文学 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一些 以文学的方式 以理性的方式去看诗 去分析诗 去赏息诗 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那个时候的阅读量 也比较浅薄 因为像刚才各位所说的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古典诗词的比重也不是太高 所以接触的 所幸是接触到了一些 很经典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我到现在还很喜欢的 杜甫的灯高 非常经典 然后其实常看常新 你每一次去看它都有 都有不同的感觉 你每一次跟它邂逅都是 不一样的体会 所以当时高中的时候 看是一个感觉 现在看就是另外一个感觉 当然之后就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跟像宜信说的 我们是同学 我也是在之前在北大念书 然后他刚才说 北大的那个诗词写作课 我也上过 但是好像是早他一年的时候选修的 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开始 接触一点创作方面的东西 但是应该说 我觉得真正在创作方面 有比较多的冲动 有比较多的想去做这件事情 反而是在回到新加坡之后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契机 不知道我是不是能 我share一下screen 我觉得在大学之后 回到新加坡之后 开始对创作诗词 有比较多的冲动 说是冲动 也真的就是冲动 因为真的做出来的作品等等 质量也还一直在摸索当中 所以真正让我产生这种 创作的冲动的两个契机 我可能首先是我先往后挪一点 首先是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的前辈诗人 盘手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契机 可能我今天想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或许是诗跟生活的一种关系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诗和词不在远方 所以是跟生活的一种关系 其实这个我们 我以前在看诗在读诗的时候 一直也是比较困惑的 就是现代 在现代的情况下 在这个 所谓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丛林里面 我们是怎么像前人那样去写一些 有诗意的东西 去摄取一些有诗意的画面 但是我在看到了这个 我们其实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位 前辈诗人盘手的作品之后 我就对于这个多少有了一些体会吧 可能这里如果看一下他的这首诗的话 他这首诗叫做《宜家四首》里面的第一首 这其实就是写他在搬家的时候的一个经历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一个情景了 所以他是怎么说的 九四为零祭自贤 宜家无浅众乡先 我的新居呢 以九家为零 我觉得这个谋划其实也真不赖 移居之前呢 我先把我的那些花卉先移到我的新居 庭花园是多情种 盆会能生不解缘 这些花它都是多情种子 盆栽里的这些花卉呢 也能跟我产生这种不解之缘 这非常生活的一个画面 搬家的时候 他先把自己种的花移到新居里面 然后就对着这些 庭花对着这些盆会产生的一种情感 的一种所谓的不解之缘 但是又把我的视线都遮蔽住了 怎么办 我就稍微的删减一下周围的杂数 破开一片青天 这个又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但是非常有诗意的一个画面 我在这个新居看着我的这个北窗 我的窗口就很像桃渊明他所说的这种 北窗高卧 梁峰来的时候自己就像西皇上人那样 就是非常在闹事当中不问世事的 这样的隐居的一个形象 所以当然他的受到潘老的诗的触动 还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一手就非常能代表说 一种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去 去摄取生活中一些非常小的片段 非常其实非常 非常平易 非常简单 非常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非常悲壮 没有什么非常大气的场景 怎么来去在其中寻找到一些诗意 我觉得这个潘老的诗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当然另外 后面的一个契机又认识了 佐炳龙 对对对 德胜老师现在手上拿的是潘寿的诗集 对对对我家里也收藏了这一本 非常难找 现在非常难找 然后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包括借也因为林立老师的努力 今年还是去年吧 去年出版了这个佐炳龙的情缅堂诗超 我目前当然还没翻完 但是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诗之后 其实也非常的触动 首先就是 其实相比于潘老 佐炳龙的诗词里面 更多 更让人看到 对于新加坡的一些风物 一些景物 一些场景的一些描写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周遭 在新加坡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 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山水风景的地方 我们却有这样的一些诗词 比如说这首佐炳龙的《游料部》 其中就谈到 《绿树青山逢树处》和《风利日送幽幽》 这个在 就是新加坡周遭南洋的一些景色 再加上最后的《诚信不知行远境》 又看雨火照新洲 当然这个是我们在诗词里面 应该算是 我具体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应该算是最早提到 《新洲》这两个字的 在诗词里面 看到《新洲》这两个字的例子 这个对于新加坡的这种 南洋风光 这种岛屿风光的描写 其实也很让我触动 就是在生活中如何去寻找这些比较失忆的瞬间 我觉得在回到新加坡之后 看到这些新加坡的诗人的这些努力的这些尝试 反而会让我对于写作诗词的这种冲动更大一点 其实我也想 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大家 其实作为新加坡人的话 我们也不妨在 阅读这些唐宋诗词经典之外 也多接触一点 新加坡本土的一些诗词作品 当然这个是林丽老师一直在推进 一直在尝试推广的一个努力 而我自己我觉得我深受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回到新加坡之后 应该创作的比较早一点的作品吧 是这首《日舞太阳雨速写》 这个也是我当时参加 大专文学奖汉诗组的作品 所以从中我得到的灵感 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 直根于南洋的一种风光 南洋的一种风貌 南洋的天气 南洋的景物的这样的一个灵感 说起这首诗挺好玩的 为什么说它挺好玩的 就真的是在生活中的一个小场景 让我触动到 当时应该我 我记得我应该是要去买午餐吧 从家里走下楼去买午餐 然后这个时候就下起了太阳雨 太阳雨大家知道是很快 很快过去 很快雨停的 所以当时我就躲在一个祖屋的楼下 稍微闭一下雨 等雨停 而这个时候我就看到 看到一个什么场景 就是太阳雨洒在祖屋的那种 石灰地上的时候 就很像我们中国话里面的点霉这个样子 点出了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雨季 我们会知道其实如果不是太阳雨的话 这样的画面是很难看到的 因为大雨的话 一打一片 整片都湿了 但是只有太阳雨这样的一个情况 打在这个石砖上才会呈现出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像是这个太阳雨在地上点了一些霉花出来 所以这首诗里面的第二句就是说 慢写青砖四点霉 但是太阳雨嘛 又很快雨停了 马上的霉又随风都化去 一下子太阳 一下子夜阳高照 然后地上的这些雨季马上又不见了 最后呢日光阶影固徘徊 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太阳底下 我们的椰子树在婆娑的摆动 所以那一刻那个场景 其实如果放在唐诗里面 唐朝的人可能不会对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场景有触动 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却是可以在这种生活的小小的片段里面 去汲取这种一点点的诗意 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这个写作经历 然后后来当然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疫情啊等等的 这里我临时也 我临时的把我今年写的这首诗加了进去 因为回应一下那个一信刚才提到的他的那首诗 在那个北大的时候啊 看看这二月好风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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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春天的四季的变化 所以我我最近 主要是因为疫情啦 主要是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出国 也没办法说偶尔回到校园去 偶尔回到北京的校园去看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前几天嘛 前两个星期靠近重阳节的时候 重阳节应该是当时是十月的十月初吧 十月初 所以就写了这首诗 丘陵竞对更遗失 丘陵就是秋雨 我其实一直对新加坡的雨很有感情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的 我觉得新加坡下雨特别有魅力 什么不管是暴雨啊 细雨啊 太阳雨啊等等 非常多不同的姿态 都是在雨天的时候呈现出来的 所以丘陵竞对更遗失 缭乱风疮独远思 此日事情一纵酒 为什么一纵酒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当然是重阳佳节 一个习俗就是喝酒 然后当时又是我们的 疫情比较 又开始比较严重的时候 所以又觉得说这样的情形呢 喝一点酒好像没错 当然这个是比较矫情啦 因为我本身也不怎么喝酒 但是写诗的时候 偶尔就喜欢把这个酒字加进去 平年异序 后面一句 平年异序不成诗 菊花默默看云卧 焦夜沉沉受雨垂 这个是在描写南洋的一个情景 写这首诗的时候 我其实看着窗外 就看着树叶被雨淋湿 隐隐的有一种垂下的 这种沉重的感觉 所以我心里有一种 感觉到一种比较沉重的 沉重的异序 所以焦夜沉沉受雨垂 这一句应该是 这首诗里面第一句写出来的句子 也是受到这种生活里面的 一种小场景的这种触动 荣誉重阳惊诱过 为什么说诱过 是因为疫情也已经两年了 所以重阳惊诱过 再次的相逢这个佳节 燕园银杏想参差 想想看这个北大的秋天的银杏树 是不是也开始参差的要落下了 所以在这里做了一个回忆 临时把这首加进来 可能希望回应一下 宜兴刚才说的那首诗 整体来说 这个大概就是我到目前 我在试着创作 试着摸索的一个历程 非常同意之前 老师们所说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 还是我们的各个方面 对于古典诗词的看重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也希望能在今后的日子里面 多多的尝试 做这一方面的推广 包括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 随便的不求圣洁的背几首诗词 不但能识字 又可以 所谓多识云 鸟兽 鸟兽 鸟兽鸟之名 多识云 鸟兽 鸟兽鸟之名 这个也是诗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启蒙教育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的日子 希望承接着 之前大家的努力 继续去做这方面的推广 对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 很好 谢谢嘉玉 因为我也觉得 幼稚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 就是我们阅读的经历 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管你懂不懂 读识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知半解 小时候读的时候 但是就是这个 一知半解 就是先为我们 埋下了一个诗的种子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到长大以后 在学的时候 就忽然间就出来了 那个诗的感觉就出来了 我就说跟我们的 有些我们的学生 教授他们诗词写作的时候 他们就是觉得 哎呀 很难熬出一句来 或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读的太少 甚至是几乎是没有接触过 诗里头没有 心里头没有一个诗的感觉 你就怎么拼都拼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阅读量很够 你的心里头积累了这个诗的韵味的时候 你在长大的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就是示范封背了就可以 那么还有就是我很赞同嘉玉讲的诗的元素 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你不需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 就是你细心观赏的话 细心观察的话 其实诗就在我们的身边 这让我想起其实宋代的杨万里 他就有过这样的讲法 他就其实他一直之前学江西师派 他就后来就发现太多 驱诉了这个江西师派的那一套 他后来关键领悟 原来其实诗无所不在 我还记得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老夫不是寻诗句 诗句是来寻老夫 达到这个境界了 我不需要到处去找 他就自己会来找我 这个诗句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 诗就在我们的身边 其实南洋这个地区 我们新加坡这里 也到处都有诗的材料 给予我们诗的灵感 非常感谢嘉玉跟我们的分享 就是祈祷了我们 对于诗的一个看法 我们应该怎么去读诗 也是我们应该在哪里 找到诗的源泉跟灵感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分享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校园里 更进一步的推广诗诗的阅读 甚至是先为他们打好一些基础 因为这个是新加坡人可能是在生活中 经常是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借助这个诗词 来摆脱这个现实的一些苦恼 可以说是一个 也可以借着诗词来抒发 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们不必经常就说太过现实 有时候就是需要借助诗词来 其实我们做一个开脱 做一个心灵的安慰 我觉得记得潘寿也讲过 他说诗就是最不实用的 就最不实用的东西诗 但是它又有它的大的用处在里头 它的大的用处就是它的没有用处的地方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潘寿我们的前辈诗人这样讲 好吧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 多一点阅读这个传统的诗词 谢谢大家